以根云二十载携手创未来为主题的 CPEC建会二十周年庆典活动 9月28日在加拿大国家展览中心同众举行 六百多位来自家中两国各级政府 及相关部门的领导和主流社区 各大企业及专业领域的嘉宾共聚一堂 与CPEC共同庆典二十周年的华大 见证发展展望未来 今天我们在这里欢庆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的二十华大 二十年前我们五位专业人士成立了专业人士协会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 今天我们已经壮大为在加拿大最大的华人专业团体 对此我们借此机会我们要总结经验 为我们未来的发展能够开出一种新的途径 从此在此我也感谢各界队友学会过去二十年的支持 我们希望在此与各界携手协力共同开创 携手共建新的二十年 二十年来CPEC已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沉淀了深厚的经验 成为拥有两万七千名会员的加拿大最大的华人专业社团之一 为移民人士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在当晚的庆典仪式上 主办方为CPEC的五位创始人颁发了二十周年服务功勋奖 感谢这些远见着实的最梦者将服务专业人士和移民社区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也为CPEC历任的会长主席颁发了感谢奖牌 感谢他们对CPEC的无私奉献 还特别将CPEC终身成就奖颁发给金龙焕博士 感谢他从1992年CPEC成立至今 对CPEC的不懈努力和付出 东南多已经是我在加拿大外交风亚的第八任 我去过美国两次 我去过新加坡 去过英国 去过南非 去过摩尔多的一些国家 但是像这样的会务庞大 组织有趣的 为各族一服务的 专业人士的感动协会 真是少见 所以在这里 我代表中国 RM共同国 总统的总统使馆 向二十年来 为CPEC奋斗的所有的成员们 表示忠心的祝贺 CPEC建会二十周年清典晚宴 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 就是颁发英女王登基 六十周年战喜纪念勋章 鉴于CPEC对移民社区的了解 加拿大联邦政府授权CPEC为社区合作机构 向其推荐二十五名为社区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 并为他们颁发英女王登基六十周年战喜纪念勋章 请典晚宴不仅是CPEC与来宾回顾过去的发展 分享今天的喜悦的盛会 更为大家展望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个良好的契机